大家好 我是麥寧寧 足信報的讀者 在朱年事事宜宜 身體健康 十二生肖之中 屬朱的朋友來到朱年 就犯本命年 犯本命年是犯太歲的一種 中國人說一起黨三災 無喜是非來 太歲當頭坐無喜必有 犯太歲的年份 如果有傳統的大喜是充喜 包括結婚 買樓當然是最好 沒有的話 我們就預計了今年波動比較大 幸好都有歲假升 雖加代表皇帝出場 其實今年的事業運仍然不錯 不過身體健康真的要小心 因為今年會有劍風升 代表容易受傷 所以過了年後捐血洗牙 自然可以保平安 屬老小朋友來到朱年 算是相當不錯 因為今年有太陽升 太陽是男性的貴人星 如果你做的生意是跟男士有關 又或者以男性顧客為主 例如買一些汽車、無形、陰響等 可以說是財源滾滾 而太陽這個星本身照遠不照近 有這個星 拓展海外的業務也是合適的 而屬老鼠的女生 在這個年份裏面 都會遇上一些不錯的男生 今年的桃花運相當好 要小心 就是今年有咸池桃花 有這個星的話 代表遇上一些短暫的桃花 所以結婚的朋友 就不要對人太熱情了 因為這個年份是很容易引發三角關係 所以我們記得保守一點 宿偶的朋友來到朱年 相對上好很多 因為離開了九年的犯太歲 今年是一個重新開始的年份 今年有唐符星照著 唐符這個星是事運相當好 尤其是做大機構 又或者行政人員的朋友 今年升職加薪在望 要小心就有月殺星 月殺是女性帶來的麻煩 有這個星的話 不要跟女性的親戚朋友 夾粉做生意 換句話說 今年要投資 都是要靠自己的 因為如果今年跟一些女性 夾粉的話 就容易因財失意 大家就有爭吵了 所以在這個年份裏 我們主力都是要自己 努力工作和自己投資 是會好一點的 老虎的朋友來到朱年 關係是很特別的 因為老虎和朱本來就是好朋友 是合泰稅 合泰稅之餘 中間有少許破壞的關係 就是吉中藏胸 所以七成熟老虎朋友 今年算是不錯 但有三成的確是挺差的 傳統的大喜時 結婚添丁買樓當然是最好 沒有的話 今年家宅運 老人家身體健康 以及自己的關節都要小心 幸好有貴人星 國印照著 國印是代表著權力的碎印 今年事業運都算是不錯的 同時有泰音星是女性貴人星 長輩在今年來說是幫到你 尤其是熟老虎男生 容易遇到一些年紀大小小的女生 如果你不介意子弟戀的話 都可以開展這段感情 熟透的朋友恭喜你 因為朱年來說 你算是相當不錯 今年有三台星和將星 三台代表著步步高升 今年的財運、事業運和感情運 都有進步的空間 如果投資運來說 都是有進步的 另外還有將星是領導財能的星 如果你做的行業是一些紀律部隊 今年都是升職加薪在望 要小心就是今年有官符星 官符是代表著官非 今年看清楚文件合約方面的東西 尤其是對你不熟的投資 更加要清楚一點點 如果不是的話 就很容易有官非訴訟 另外今年有五鬼星 代表二神二鬼 在感情關係方面 我們都要溝通得好些 記住坦誠相向 叔叔、農女朋友來到朱年 好了很多 因為九年的時間 你曾經經歷過衝太歲 很多離離合合 財運上的衝擊 都是去年發生 這年是重新開始的年份 有紅亂星 紅亂是一個桃花星 如果你做的生意 是要以一些異性為主 有或者接觸很多人的話 今年財運是不錯的 感情運方面 今年亦是重新開始的年份 去年分了手朋友 今年有機會閃分 另外有月得貴人星 在財運方面 亦是有幫助的 要小心就有小號星 小號是一個小的破財 我就建議破一下歡喜財 譬如做多些善事 又或者平時不捨得買的東西 今年都買了它送給人 反而對財運好很多 來吧